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找我什么事啊 看表情不像是好事 是关于沙利的事 沙利怎么了 沙利她 你快说啊 沙利怎么了 她是文泽凯的亲妹妹 什么 来 这是一盘雪花鸡脑 师傅要考考你们 让你们尝一尝 这里边我都用了哪些辅料 还用了哪些调料 说对了 师傅可有奖喽 吃饭 吃饭 吃吃吃 好多好复杂的味道 有 有火腿 鸡蛋清 身粉 胡椒粉 对不对师傅 没有鸡蛋清 没有鲜汤 活状水豆粉 盐 胡椒 猪油 完全正确 这是一瓶法国波尔多红酒 作为奖品给你了 谢谢德叔 莎莉啊 你在味觉方面啊 很有天赋 你要在这上面好好发展发展 是 德叔 你在澳门的时候就跟莎莉住在一起 你怎么会一点都不知道呢 我怎么知道啊 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没有任何亲人啊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 世界就是这么小 就会让实在能力重新聚到一起 这亲人团聚当然是好事啊 可为什么偏偏是她呢 这老天爷这会跟我们开玩笑啊 是啊 照理说 莎莉找到了我姨的亲人 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可明明是文泽凯 她又是饭店的死路月桶 什么别说饭店的事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我压力很大的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觉得 还是你告诉她比较合适 毕竟莎莉最听你的话了 好吧 还是我来说吧 莎莉 小莉姐 正好你崇光哥有点事找你 崇光哥 我要找你的 看 得书奖励我的 给你了 谢谢 找我什么事啊 还是到我办公室去说吧 你去看我 是婉子 让你这儿我要的 我还是去看我 找我 找他 你去找我 找我找你 找我找我找我 找我找我找你 找我找你找我找我 吃早饭了吗 吃过了 我听童馨说你现在住在她家 你还挺会照顾她的 小星姐很辛苦 她经常要加班的 我要是在家的话就多做一点饭 林冲光把事情都告诉你了吧 我本来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找到家人了 一直都是把冲光哥 当作我唯一的亲人 她很照顾你吗 我在澳门院校毕业的时候 就认识她了 要不是她 我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呢 每次走投无路的时候 都是她在帮助我 其实每次我想到你这种 孤苦伶仃的日子 心里真的很难过 还好啦 反正从小就这样习惯了 也就这么过来了 对 已经过去了 从今以后 哥哥好好照顾你 没想到 你的事业那么成功 如果你做的事情 不是那么没有人情 因为就更好了 喂 读书找我 好 我现在就过去 还好 我去哥那儿 我还不是正式的厨房助理 我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行 你 可不可以叫我一声哥哥 对不起 我现在心里上还没适应过来 给我点时间吧 天鹤 flo 也很好 我只顾得怪怪的 没事 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吧 生命 什么事 你 Image 你的 老师 回来了 吃过早餐了吗 这是什么 萨利刚刚来过 还带来了早餐 他比我想象中更懂事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 就能相处得这么好 看来真是一家人哪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他越是这样 我心里越难受 他好像心里藏着很多事情一样 这不应该是他这个年纪女孩子所经历的 干嘛 你想的太多了 这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 他一定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希望是这样 也许他真的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 我一定会尽力补偿他的 童谦 萨利怎么样 昨天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脸色不太好看 你想想看 从死对头变成了亲哥哥 心里肯定挺不好受的 你找个时间安慰他一下吧 知道了 你再抽给你的 USDA 都是 你呢 哪一样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快快快进快进 我今天下半早 好久没和你一起吃饭了 我去超市买了点东西 今天咱们在家涮火锅 好啊 这么多好吃的 你先坐 我马上就好 好 怎么了 沈莲 不太高兴啊 是不是因为你哥哥 你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来看我的吧 是啊 一想到我妹妹 要认别人当哥哥了 这心里吧 还真不是资本 我没管他叫哥 我心里没办法认同 他是我哥哥 你才是我哥 那当然了 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都是我妹 可是 可是他毕竟是你亲哥哥 你只不过是需要时间 去适应他 可是我觉得好难 我原来在心里设想过 和自己哥哥见面时的场景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 崇安哥 我们别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呀 这 太丢人了呀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有人要抢走饭店 而这个人是我的哥哥 这难道不丢人吗 夏琳 你听我说 他在接这个项目的时候 也并不知道你在这儿 你是说 如果他知道 就会拒绝这个项目吗 我想 他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找你 我相信会 可是他现在就是要抢走我们饭店嘛 可是他现在就是要抢走我们饭店嘛 我一想到这里 我心里就烦了 你不是一直想见着他吗 你不能把他和饭店的视角混在一起 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 高高兴兴地去接受他 行吗 可是他现在不光要抢走饭店 还要抢走小新姐呢 你不要说童馨这是两回事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来到酒店 才能和你见面啊 否则的话 你们俩可能一辈子也见不着了 老天爷为什么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嘛 行啦 这样不挺好嘛 你又能和你的家人团聚了 你不希望这样 不过很奇怪 我跟他在一起感觉很陌生 只有我的崇光哥 才是我的亲人 陌生肯定会有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亲人终归是亲人 这改变不了的 你想啊 以后你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又多了一个人关心你 照顾你 多好啊 我都挺羡慕你的 我都挺羡慕的 别想这些了 快吃吧 我买的都是你爱吃的东西 我买的都是你爱吃的东西啊 好 喂 童馨啊 你还没睡吗 怎么 睡不着啊 夏丽已经睡了 崇光恩恩找他谈过了 他现在应该好多了 是吗 谢谢你啊 以前我觉得自己蛮富有的 但现在我发现 其实我是一无所有 林崇光比我富有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说不是吗 我想拥有的他都拥有 他身边还有很多朋友 而且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身边的朋友 都义无反目地帮助他 说真的 有时候真挺羡慕他吧 那是因为他平时做事 比较替别人着想 所以分得有很多人喜欢他 其实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自己解决不了 所以 常常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 嗯 怎么来了 坐吧 这好什么事啊 我想知道 你找到爸爸了吗 见到了 他现在活得好好的 今天喝这酒 很潇洒的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本来我是想告诉你的 不过今天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不负责任 所以我们才有悲惨的童年 我觉得 有我们两兄妹就够了 他根本不配做我们的爸爸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这样做 一定是有原因的嘛 那找到他又怎么样呢 告诉他 我们痛苦的人生 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才有今天的地位 还是 你在澳门 孤苦伶仃的生活 我没办法想象 他还能成为我们的家人 为什么不能呢 让你来找我干吗呀 我见到你 我们是兄妹 我看到他 全都是恨 难道你不恨他吗 我不恨他 我想见他 虽然以前是挺苦的 但是都已经过去了嘛 现在挺好的呀 你不想一辈子都不知道 爸爸是谁 虽然我已经长大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爸爸 从血缘关系来说 他的确是你爸爸 但他从来没有把你当作是他的女儿 他什么都不能给你 我能 你要怎么样的生活 我都能满足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能给我的无非就是钱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做事方式 你没有权利安排我的人生 就像你没有权利决定饭店的命运一样 萨人 饭店的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的 那个是我的工作 现在我跟你谈的是感情 你有感情吗 正因为你受过伤害 所以现在才变得那么冷酷 你现在做的事情 和爸爸都有关系 如果你不能够原谅爸爸 你是不会放过饭店的 我不希望我的哥哥是饭店的敌人 我也不希望我哥哥是这么冷酷的人 喂 颖小姐 同经理 虽然董事长大发善心让你留下来 不过我有几句话想提醒你 好 你说吧 请你以后不要再给大家添麻烦 所有的同事都希望能够开开心心地工作 平平安安地生活 希望你好自为之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呀 同经理 不用你为我都费心了 别再把你大小姐脾气 我告诉你 如果崇光因为你在受到任何的伤害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进来 对不起啊 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这个脸都歪了 我帮你弄一下 好 身后呢 看看 别上个车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只要⁉下一回 好吧 整个乖 小帆忌负你了吗 小帆负负你了吗 你哭什么呀 你哭你的 我哭我的 我知道你的反心事也不少 这样吧 我把我的事情告诉你 你也把你的事情告诉我 我们互相出出主意 好 那你要答应我 我们要互相保密 谁也不能泄灭 你先说 不好意思 董事长 那您就等了 让我在咖啡馆等等 那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在饭店收购这个事上 你让我等了那么长时间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是啊 的确是拖得太久了 毕竟不是什么复杂的项目 是啊 其实在这段时间里 我觉得我和文先生 在很多问题上的分歧 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找你单独聊聊 你毕竟是他的左右手 你的意见 经常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是吗 董事长说的都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 不瞒你说 文泽凯已经不是以前的文泽凯 变得我都不认识他了 是因为那个女经理的关系吗 也不完全是 她有个失散多年的妹妹 现在也在这家大饭店工作 好 不管怎么说 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个饭店股份 拿到手 如果能按时完成的话 我是会另外抽现你的 这倒不用 毕竟 这也是我的工作 您放心吧 我会尽力说服文泽凯 我感觉在这儿 已经待了很久了 如果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 现在我们已经该回澳门了 我们的项目 是比原来推迟了一点 我现在就在这儿一回吧 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 要不认识 我们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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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各地工作 住的都是饭店 只有这家饭店 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 老板 能不能不要开玩笑了 如果我们做完这个项目 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地方按家 不过按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连续二十场成功收购酒店的记录 就要结束了 你个人的身价 好 杉莉啊 德叔 杉莉 德叔想跟你说句话 德叔您说 你喜欢不喜欢咱们酒店呢 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像家 每个人都像亲人一样 是啊 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要从家里边得到温暖 得到力量 但是一家人哪 不会是永远没矛盾的 有了矛盾怎么办呢 就要去面对 去解决 对了 文泽凯 你不管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你哥 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那一家人 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解决不了的矛盾 你要有这个信心 只要你有这个信心 拿出你刚进咱们厨房那个尽头 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知道吗 知道了 德叔 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德叔 你也有什么事 我相信你 你不想估计 我相信你 你不想估计 你不想估计 我的女性 我相信你 你也相信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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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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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勇冠军 我这儿子聪明好强 我就跟我媳妇讲啊 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您敢让我说对了不是 是 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孩子 一定是非常自豪吧 可是我 我对不起他呀 我有罪 我不求他 他们原谅我 只要他们知道 我还活着 我就心满意足了 文泽书 是您的女儿吧 是 是我的女儿 她 她今年应该 二十三岁 是 是二十三岁 泽开已经找到她了 真的 真的找到我的女儿了 她现在就在宁波 老天爷 老天爷 我 我是个有罪的人 我对不起他们 能让我找到这两个孩子 我 我对不起他们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其实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现在你们全家团聚了 这 这不会是做 做梦吗 走 现在我带你去见他们 不行 我这胡子拉长的 我得挂红子 我得换衣服 文先生 我得挂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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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叔 你也来了 是啊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过来看看 是啊 今天我们沙利是主角 我们大家都在替他高兴呢 小李 是不是很紧张 德叔 我想给我爸爸做几样菜 可以吗 你自己做 我知道我还是个助手 我不应该这样问 但是 少爷 你就大胆地去做呗 让你爸爸尝尝你做的菜 你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师傅 您就让他做吧 行 好孩子 今天这儿啊 就全交给你 材料齐全 你大胆地做 德叔 给你打下手 谢谢德叔 这 这 这件西装是当年我结婚的时候 请当地最最好的裁缝做的 你看还还成吧 喂 先生 您 嗯 要不这样吧 我们还是到大厂厂 我再给你买一套 不用 我想这挺 挺好的 没关系 花不了多少钱呢 不不不 我是担心 担心择书等齐喽 那也行 来吧 来 去 老先生 我自己来 谢谢 您是文老先生吗 我是 是 我是饭店的总经理 林初光 请跟我来吧 我女儿呢 您先别着急 她马上就会过来见 这边去 您请 这边请 请 这边请 请 文老先生 文老先生 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老天爷 我 我回了大半辈子 没来过这么高 高级这地方 文老先生 您的儿子是我们饭店的贵宾 您的女儿呢 也在我们饭店工作 所以您在这里不用有任何的拘束 不 不拘束 就是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来 请坐 您请坐 杰克先生 麻烦你先照顾一下文老先生 文老先生 久别冲锋 这就叫久别冲锋嘛 你说他多久不见他爸爸 他一定得开心死了是吧 是啊 来来来来 真漂亮啊 真漂亮啊 天哪 这是我们的杀利吗 难怪人家说人靠衣装的 哇塞 我们厨房居然也有美女呢 你别让钱 我们杀利本来就漂亮嘛 杀利啊 终于要见到老爸了 是不是很开心啊 就是有点紧张 我哥哥会来吧 杀利啊 今天晚上一定要跟家人 好好地吃顿团圆饭 酒量不错 给你爸爸好好喝一杯 这么漂亮的女儿 突然出现在你老爸面前 她指不定有多高兴呢 对啊 这样 杀利 德叔再给你多加一天假 好好陪陪你爸爸 你们爷人俩好好聊聊 把你这些年心里都想的 高兴的事不高兴的事 和你爸爸说个透 谢谢 谢谢你们 得叔 你少说两句 我刚化的妆都花了 没事 我是高兴的 我这二十多年 一直盼着这一天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谢谢 谢谢你们大家 没事的 一切都会好的啊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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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恨他 我想见他 虽然以前是挺苦的 但是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挺好的呀 我不想一辈子都不知道爸爸是谁 虽然我已经长大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爸爸 你好 我是文泽凯 喂 先生 我是林崇光 请你半个小时以后到钻石山谷来一趟 你的父亲已经到了 林崇光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喂 喂 为什么这么做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 你刚才说什么 为什么要安排沙利和泽凯和他们的父亲见面 你除了当饭店的总经理 什么时候干起寻亲这个工作来了 你这是怎么了 我帮助他们家人团聚 这不是好事吗 你说这个世界还真是消 没想到沙利 竟然是文泽凯的亲妹妹 特别想听沙利和泽凯谢谢你 沙利一直想找到自己的爸爸和哥哥 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了 他以后就不用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鼻子了 其实这么多年 沙利跟我在一起 一直把我当成哥哥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一个愿望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过去吧 在一起 没想到自己那 deals 皂子 你觉得他们不太好 这边都在一起 台湾 开迎永远 在岁下的吉他 我可以快С康我 能不能说 权火 妈 小离 这就是你的爸爸 泽叔 你是泽叔 我的女儿 泽叔 泽叔 你都长这么大了 我可怜的孩子 爸爸混 爸爸不是人 可我没想到 他被我活着的时候 能 能看见你 女儿 爸爸错了 爸爸 你 爸爸 你 妈 妈 什么时候的你 父亲跟儿子 能说忘就忘 说理就理吗 有些人想忘忘不掉 想离离不掉 想恨 更是恨不了 我们已经把你的父亲 接到饭店了 杀脸在这里 我希望 你们今天可以见一遍 我问你 妹妹在哪里 我想活的呀 我活的 我不想一辈子都不知道爸爸是谁 虽然我已经长大了 虽然我已经长大了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爸爸了 郑凯 郑凯 我当然让了 郑凯 对不起你 对不起 郑凯 郑凯 郑凯啊 郑凯你别走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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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